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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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啊 萨莫 我想你把这脂粉洗掉 看看你原来的样子 好 我答应你 他在明湖边 真是个好表哥 南风 南风 你是在找他吗 原来 现在 他叫南风了 谁 是你 我就聊了 放开 把他放了 那个人来了以后 你整天让他们两个在一起 我连靠近一步都不能 没想到 今天却在我如愿以偿 桑大人 这种事 你做过一次 比我熟多了 你说 我该从哪下手啊 从心口 要下手就在换了 我们 煮熟的鸭子 也会飞走的 这机会 这机会让我找到可不容易 虽然龙气已经不多了 但我不会看错 他就是楚泽兴 前朝皇帝 真龙天子就是不妥 管他身上这一心 就抵得上我千年的修行 只要失了他的心 龙气就是我的 你的事 我可都知道 桑大人 这里是 这 是我 你到底要怎样 万物各有天命 想求不得 这个道理我懂 但我家主上不懂 我是 不是老朽不肯相救 只是天理循环中有定 万万为你不得 过时有何要求 不妨直言 万物有价 何方人命啊 原名字火价 一命第一命 原来如此 陛下若是得到解药 便可痊愈 只此一次 选中一次便能拿走解药 三次 那好 若是责中毒酒 我妄自在这里赔上信 若是责中水 那便是出责新的大戏 由我带解药下山 作定 将药粉溶于水中 给病人服下 一个月后 恭候大驾 我往 Jest 要呢 快拿呢 姐 药 妈 这是谁 第一次的剑谣 还有两次 那 全看你了 皇上醒了 皇爷 皇上醒了 皇上醒了 你的手举不起来了 桑大人 那个人就快到了 我可不敢浪费时间 他来了也不会插手 是吗 那 你有本事就过来把人抢走了 晚了 甩的心就是我的 蛤 凡事 不要太得意 我疼习惯 真是精彩 小墨 继看完了 哼 桑墨 你因这个处则心而死 你居然不恨他 我把他的心头逃出来吃 你说我恨吗 不要再做尽自己了 我会当做没听见 我会当做没听见 回家吧 我不用你来管 都疼成这样了 还遵用什么 痛不在你身上 别来讲好心 忍不住了 就说一声吧 我本以为做宴贵 不必与人厮杀 别在我面前做什么好人 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 在冥府里也好 看着你的眼睛 我就知道 你的脾气 从来就没病了 你知道吗 我在冥府做了千年 子氏父母 五十字 烈于喧量 人世间 本就是弱弱强势 所谓英国公义 不过是一个借口 论悲惨 论欺诚 论无奈 你因为的故事 不过是件平常事 可是 难逢的是 方才 听那水鬼 叫南风处则心 南风 便是前朝的皇帝 我的大哥 做心吗 他也是被你害的 九十七个 换一世帝王 你把皇位让给他 其实是害了他 惯心则乱了 其实 这个计划 你很早就开始盘算了 就连我 也都是他登记那天才知道 细细想来 即使也不习惯 众兄弟都不理你 只有他 笑音音地叫你一声皇帝 也只有他 肯替你在亲弟面前 讨一份应有的傻子 责心 皎洁干净 好似佛祖跟前的一朵白莲花 而这些 恰恰是你四皇子则鱼 从来没有的 这就是你给他的礼物啊 还有什么 比天下 比天下更贵重 朝堂之上 除了将他一手扶植的你 他还能依靠谁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我 你一直说你要天下 我帮你 我帮你 可你啊 你要的 从来不是天下 除了紫西 还有很多人被牺牲 或被丢弃 到头来 我抛却良知 抛却生死 换来的天下 对于而言 不过是件 转手就要送人的礼物 我怎能不愿恨 只因为 我跟其他人一样 都是两面三道的小人 曾听张太宇说 以前是 是个样貌斯文的情人 我现在 终于有些看出来了 哼 反正 你都不记得 怎么 你还有多少事不中 与你无关 哼 放心吧 再过一阵 今天就不现实 我不敢骗你 对了 前日听南风说 你要去见你的姐姐 哼 不过是 一位顾眼罢了 哦 想必 他现在又在河边 哭哭啼啼了吧 哼 哼 怎么办 我找不到他 三百年了 我找遍了每一个地方 还是找不到她 她是不是不要我了 没这回事 因为只是还没碰上吧 是吗 三郎在等我 是啊 她在等你 从前她那么喜欢你 那年 你失了 我妹妹陪着母亲去浸家 结果 她过艾瑟的禅房 遇见微服出行的她 你掉了一只新军种 她帮你拾起 她还夸我的裙子漂亮 呸 那条裙子 明明是穿旧了的 我还缠着我娘 想做条新的呢 是是是 其实她夸的是你 不是裙子 是你的 后来啊 听说要进宫 我还不乐意呢 结果 红盖头一揭开 竟然是她 吓死我了 当初 也不把话说清楚 我只当她是个书生 没想到 竟然是这么个身份 不过 我也不想让她当皇帝 忙得没日没夜的 坐在平常夫妻就挺好 你说是吧 哎 桑莫 你看现在石星的衣裳 还没有我们那时候好看呢 不是淡蓝的就是浅黄的 哪里漂亮了 这世界的女子早换了装扮了 上速上哑 笑不露齿 心不露矩 哪比得上您呢 额上天一抹芙蓉衣 下边画一道外家伙 好艳色 好华丽 十足的富贵作派 那时候 论穿着 论打扮 谁比得过我和我妹妹 哼 李飞那个贱人不服 挖空了心思翻花样 陛下赏得根底一栓 就得意成那样 早也带晚也带 好似谁不知道似的 哼 就他那点姿色 还不如用花黄 把脸贴没了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 他那打扮起来的模样 比楼里下这些人 还不如呢 啊 你想换了这些衣裳 就换吧 我可没说过 你刚去过对面 那个裁缝铺子 我看到了 嗯 什么都瞒不过 你这个猴崽子 可是 我 我怕三郎 他到时候认不出我 不会的 他看到你 一定会像当年一样喜欢你 哎 我觉得 我从前 一定见过你 哦 是吗 我记得跟你说过 我从前也在朝中说话的 嗯 不对 朝中的事 陛下向来不让我管 我们一定 在其他地方见过 呵呵 娘娘 您记住了 你也穿着 从前的衣裳嘛 你身上的料子 是辽灵 是上等料 陛下那时候 才实行穿这个 哎 还有上头的卷鱼纹 也是那个时候的花样 啊 你想叫谁认出你 我又不是女子 穿什么都一样 换什么衣裳啊 不对 你也在等人 哼 我在等你啊 庄妃娘娘 你 我等的人 该是在 无变了吗 无变了吗 吹鬼缭乱 你又在作业呢 灵主大人驾到 尘黄尘虹 有诗远营啊 今天我都看到了 你认识三窝的 认识 是 是 很多事 你都不知道 可是 我却却看到了 你一个小小的水鬼 居然追到这么多 我还不信 你不信 你不信 那我告诉你一些吧 当年 三窝死了 一直在那一盒桥边等你 可惜啊 你再见到她的时候 已经不记得她了 去去说 民主大人 民主大人 我看你不信不信吧 放心 我想说的 都可以告诉你 那你说吧 那你说吧 桑莫 本不是厌惠 那时 她刚受了你一场千刀万挂 少了偷来的厨师 三窝 想不想报仇 想不想报仇 你分的楚则心 就在那 楚则心 我稍稍事已换书 她就将转世为乞丐的楚则心 开一堂烹腹 生食其心 一世 她就永留人世 再忘不掉过往 你可真狠 看了你 很关心什么 你 我 算了 别人的事 我没有兴趣知道 那 我先告诉你 慢着 哼 怎么了 有些事 一直放在肚子里 仿佛是吞了没有解药的毒 这样痛痛苦苦挨了这么久 还是要找个人说一说 哼哼 那我 吉尔宫听 说起来 这故事的主员工 可能桑莫 也有些渊远 在那之前 到底睡了多久 我已记不得了 我已记不得了 那是 春花做人形的我睁开眼睛 第一眼看见的 便是她 那是一幅奇异的画面 熊鸣春光中 它坐在树下 上百只鸟兽 都围绕在它周围 风 不过一个疯子 它身边的鸟兽 便全部飞走 我不过光魂也会一致 本以为 它不会正眼瞧我 可它竟忘了我一眼 之间一眼 我已决定 留在它身边 我们之间 枝子片 你也不曾交谈过 也曾想再化作人形 可终究彼此 但不同不相遇 直到有一天 当朝皇上 中毒毒发 听闻此处有仙人尝据 桑母特此来求解药 求解药 为了皇上 还是为了你的主上 我的主上 宁臣桑末 奸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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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我只能够成贼子 仍仍得而处置 哈哈 厨史上这么记载着 可当初我看到的 只是一个敢爱敢恨的桑母 所以 我决定帮他 左边 还是右边 左边 左边 选左边的 选好了吗 走 将药粉溶于水中 给病人服下 一个月后 恭候大驾 这就是你的故事 那你为何要恨桑母 为何 这 我可不想说 你想不想让他醒呢 你在说什么 不用 不用瞒我了 你周身魔气沉热 定是你那故事里的仙人走火入魔了吧 告诉我事情的全部 我就让他醒了 哈哈 哈哈 明主殿下 我知道你有本事 不过 你这如意算盘 可打错了 你不想让他醒呢吗 我的希望 我的希望 早已经随着 三末破灭 他走火入魔时 我已经想通了 与其让你清醒的时刻 我远远望着 不如像现在这样 日日夜夜 陪在他身旁 好了 我该走了 明主殿下 回去 你可以问问桑母 是否还记得 当年的老神仙 和那只绿蝴蝶 你回来了 桑母亲 是啊 胖一不留神 你就把我们家南风给吃了 今日冬至 你怎么不去小说供奉 我因为娶妻 而无儿女 谁还记得我 那兄弟呢 纵有职儿外什么 我三弟离我出息 靠了个宫 可惜 他不认我 是吗 那你 既不很伤心吗 其实 也无所谓伤心不伤心 我既在进宫时 三弟不过是个婴儿 后母地方我 抱都未曾让我抱过一下 可谈兄弟之情 不过 每年冬至 我都会给自己 烧一份供奉 给自己烧 没有人记得 那就自己牢记住 没有人记此供奉 也没关系 自己烧 跟自己也是一样 无非是做个样子 只是自己烧的 一点挂念也感觉不到 年年都是如此 偏偏 年年都不死心 你想笑就笑吧 反正 你也不是什么后男人 没有想笑你的意思 他 怕这馄饨吃了吧 拿风做的 反正的规矩 冬至也吃了馄饨 往后 就动不着了 外面这是 你可知 这怀孕的女子是谁吗 谁 你的黄色 一个向妹妹承诺过的夙愿 小柔才不要入宫呢 小柔要找个好好待我的人教你 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 一段宫中互相扶持的岁月 当然 瑟瑜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悔恨 因一段灭缘 在心中蔓延 是我 毁了我的亲生命 我唯一的日记 厌归 第三把 回忆 居然 是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